歷經突破僵局制的延長加賽 台南高宮靠著對手協志工商投出再見寶宋 以3比2贏球 近期高中阮氏棒球聯賽四強 締造隊史最佳成績 因為我們這一批孩子們 他們從那個黑豹級一路上過來 我們都是這一批 其實他們我們在學校訓練上 其實很多狀況其實我們都會處理過 雖然今天還是有一些小霞 是打到最後的PK戰 但是不管怎樣 他們至少那個心理素質 已經是又再更成長 今年球隊其實我們去年畢業的學長 就是幾乎整個先發的都換掉 所以我們這批上來幾乎都是新的 然後他們真的進步很多 然後到打到今天的成績 我覺得很高興 以一分之差 擊敗身為去年亞軍的協志 比賽後段登板的南宮投手賴宇翔表現出色 曾在黑豹級演出七局吳安達比賽的他 此戰後援三局 皆讓對手無功而返 在突破僵局制的延長賽中 要如何頂住壓力 他可是有個小訣竅喔 教練有跟我說就是叫我投進去 然後給他們打 然後不要怕 因為我們手臂很穩 然後我也相信他們可以守好 所以我就一個好球一個好球慢慢丟 這樣 那讓自己放鬆 就是太緊張 化解團隊的那個氣氛 那個緊張的氣氛 一方面也是讓我自己可以放鬆 對 今年黑豹期以4比0擊敗華德公家 締造社團擊敗科班校隊的歷史 坎南高公來到更為擅長的軟式棒球賽場 將秉持著總教練黃正維最為強調的態度 往更榮耀的成就邁進 YT新聞採訪報導